賴清德大選 民進黨總統參選人賴清德 午後前往新竹宮廟參香祈福 也拉抬同黨立委參選人 媒體聚焦 美方關注台灣大選遭介入的情況 孫小雅的說明 再次證實美國是支持台灣的 那麼他也說明了 這一場選舉裡面 AIT也是一個攻擊的目標 從選舉到現在 我們也看得很清楚 中國介入這場選舉 企圖扶植群眾的政權 其實是有很多的市政 所以在這種狀況之下 我希望我們國人能夠明辨事實 根據媒體民調 賴肖佩以38%位居第一 領先侯康佩六個百分點 不過日本政治學者小力元欣欣分析 賴清德與國民黨總統參選人 侯友宜差距不大 可能會進入貼身肉搏戰 雖然民調暫時領先 但是票沒有開出來還不得而知結果 所以我也希望我們的支持者 千萬不要放鬆 我們也一定會全力以赴 我們大家團結一致 贏得這一場 關乎台灣前途非常重要的 這場選舉 賴清德競選總部主委姚立民 則大膽預測 2024總統大選的得票率 第二名侯友第三名柯文覺得對 就要四十三四十五三十五二十二十 我大步的往五十 因為總統當然非要過半才 那個統治力才強嘛 姚立民再次重申 兩億美金副手事件不能輕放 因為這涉及到選霸法 境外勢力戒選 以後台灣的選舉是否受影響 姚立民說自己會追問清楚 星藤也太電視 林秋霞 陳思琦 台灣新竹報導